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西洋小巫 我是千燕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太平 這裡以環中路來切分 西側就是擁有星光國小國中的星光特區 由於經過區域徵收 接闊比較新 大品牌的建設也都在此列地推案 這次我要介紹的指標個案 不僅是超過2000坪的大基地開發 更是區域唯一雙制正宅 而且還是雙語學校學區 遇嫌之森 歡迎賞巫 遇嫌之森由合竹建設投資興建 方鎮大基地面積達到2599坪 規劃地上13層 地下3層 總共6棟408戶住家15戶店面 全平面車位498個 且每個都預留電動車充電線槽 房型鎖定小家庭 推出25到33坪 2至3房 基地位在環中東路三段樹德巴街口 是雙面零路的角地 走路一分鐘就有公園超商 往前一點就是去年剛落成的 馬卡龍公園 已經是當地的指標親子休閒公園 學區更是許多家長置產的主因 而台中第一間CLIL 由公立雙語國小新高國小走路就到 市府已經啟動擴建工程 明年將完工 可以容納更多的學生 交通方面臨近七四 社區出來可以快速上太原匝道 銜接國寺 而銜接國一工程目前在進行當中 車程約5分鐘也可以到紅線太原站 基地周邊有三大商圈環繞 像是樹德 樹孝 中山商圈 加勒服啊 UNIQLO 連鎖店等等都集中在這 欲賢之森壯闊外觀 以日系現代建築呈現 一樓採用石材 金屬包板 上頭再以金屬格柵和欄杆搭配 深色建築 低調沉穩 一般大樓可能大多都是用RC鋼筋混凝土居多 不過要做到像這樣子的AlphaSafe 柱中柱工法 大多都是在豪宅或者是樓層 較高的大樓才有來使用 不過以本愛玉賢之森共13層樓來說 不僅一樓先用到AlphaSafe柱中柱工法 二樓到五樓另外又再加裝KVM 制震幣來加強 通常也是豪宅和醫療院所才有使用 當地震來襲時可以減少位移 搖晃程度 變形等等問題 更是區域唯一做到雙制震 2599坪大基地 但見幣率只有38% 讓中庭超過500坪 全區種植超過百科僑木 打造綠翼和流水景觀 公社除了泳池 KTV室比較特別的竟然還有湯屋 Tutaya Bookstore選書 另外還規劃親子旅館 長輩親友來訪想住一晚不用外宿 自家社區就能解決 兩房格局方正以公領域客餐廳和廚房為中心 主次卧空間都超過三坪 分佈在左右兩側 而且都有開窗 將坪效發揮到極致 主卧更能規劃更衣室空間 無論兩房還是三房 本案十樓以上都是挑高三米六的戶型 現場樣品屋也有把這空間尺度做出來 這一踏進來感受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是喜歡挑高或者是高樓層的產品 就非常適合 三房戶戶都是邊間雙面採光 現場裝潢表現則是把其中一房 以多功能空間來示意 三房的獨立廚房 再附電器櫃和櫻花圍烤箱 雙位浴都是採用日系品牌 而且規格一致 標配也都有樂齊淨流換氣系統 達到醫療級防護 玻璃也用到5加5樓翼膠合玻璃 育閒之森有區域大型BOT案話題 千坪基地雙制鎮和稀有學區利多支撐 加上首付只要68萬起 結構工程還零付款 目前再推出三房韓車位 廣告戶1288萬起 以上介紹給大家參考看看囉 秒懂見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